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近期以脸书直播方式, 展开时政抓Bug实地勘察,继新店大树之家, 榜桥435亿文特区,今天则转战淡水的沙伦海水浴场, 苏贞昌说沙伦海水浴场曾是名文权台的恋爱圣地, 现在却落得处处脏乱,一片荒凉, 批新北市政府不用心,苏贞昌指出, 沙伦海水浴场在1998年因离岸流被列为危险海域, 2011年起禁止从事水上游气, 新北市政府虽然规划了文化创意园区, 但招商不顺利,十几年来沙伦海滩荒废, 既辜负美丽的海岸线,对淡水人也不公平, 苏表示,未来若他当选新北市长, 要以建设渔人码头及巴黎左岸的魄力与效率, 清除重整沙伦海水浴场的环境, 并搭配淡海轻轨路线妥善规划, 还可搭配临近的金山老街, 辅机与港一起上游, 让沙伦风华再现, 对此, 新北市政府澄清, 但水沙伦文创产业园区招商案并没有不顺利, 早在2014年10月21日就上网公告招商, 也有一家厂商投标, 但因淡海轻轨路线通过基地范围, 整地过程中发现清法战争护卫战场成案遗迹, 影响招商案面积及开发方式, 因此暂停招商, 配合轻轨路线办理都市计划编更作业, 宪政由内政部办理书图审阅建合作业, 预计今年7月就会发布实施, 8月重启招商程序市府也强调, 招商基地范围并不包含沙滩及海域等危险区域, 且沙滩也应遵循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要求, 在环境保护, 永续发展前提下, 划设为保护区, 禁止开发, 新北市府提醒, 沙伦海水域长自1999年到地后, 屡发生逆水事件, 因此将此地公告为危险水域, 2013年更公告沙伦延南海域为禁止水域游起活动区域, 每年5到9月消防局也设置注点人员警戒, 前县长直播恐引发民众误闯, 呼吁民众误靠近水域, 注意自身安全, 也建议苏前县长要以安全为前提谈发展经济。